于天盼不到于祥全成家暴孔腔当阿公。 于天近来忙着跑选举场,今十一日,录制华氏节目《黄金年代》,聊到二女儿疑怨起明年1月20日将在原山饭店部办婚宴,满是欢喜,直说婚礼细节就交给他们年轻人自己处理。 于天虽也想催儿子于祥全快娶媳妇,但儿子相当有自知之明对他说,我一定要有稳定的事业才能成家,不然又找一个人来,让你花费再给你养。 于远起明年1月20日办喜事,于天开玩笑说不知道那天是不是好日子,反正好日子离婚的也很多,并表示届时会邀请很多演艺人员,他们想上去就上去,要胡闹就胡闹,都无所谓。 届时场面课和周游婚礼有的拼。 于祥全和女友柔柔稳定交往7个月,何时要娶对方回家? 于天无奈表示,那要看他自己,我也没办法催我也已经催很多次了。 但于祥全对婚事其实早有自己看法,他自己跟我讲说,爸我现在还不能结婚,我一定要有稳定的事业才能成家,不然又找一个人来,让你花费再给你养,让于天大赞,这观念对。 于天对未婚先有观念不在传统,嘴上虽说叫坏小孩,但内心想赶快报内孙,接着他加码爆料孔腔他女儿也是未婚怀孕,并透露孔腔上一刻才跟他说,女儿平时爱喝啤酒,最近不喝,烟也不抽了,我觉得很奇怪,果然有了,原定1月30日结婚,但怕堵子太大而延期。 余天和王彩华主持的歌唱节目《黄金年代》会否想找老友张飞上通告?余天听闻后笑说,找他干吗?他也只有那几首英文歌,我们这是唱台语的。 至于将隐退的小哥费欲轻,余天直说,找他打牌还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